我和Cindy已经是第四次合作了 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Cindy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设计师 她每次的服装给我的感觉 真的是每次都不同 但是又似曾相识 因为她有一个风格的延续 这一季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吃惊 她的灵感来源 是从中药里面得到的那些灵感 那各种的中药 当她跟我说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服装 我简直是人整个有点蒙掉了 中药 那中药给大家印象应该是颜色深深的 然后都是干干的那些东西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造型 但是看到服装以后 我的想法完全就不一样了 而且有一点那种灵光一现的感觉 sign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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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Cindy,Cindy Wayser Studio的設計師張偉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用中國元素的印花配上西方的輪廓 本草綱目的衣服系列是2016年最新的春夏系列 這次的系列是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是李時珍寫的 李時珍是明朝寫的一部醫學的據點 裡面有很多草藥,包括樹、果、花、動物、植物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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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時珍 字幕志愿者 客人 reh lining ите 兩條豆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